鲁能的中场是全滑板 江苏苏宁易购的后卫是全滑板 好的 比赛开始了 周志志今天的主裁判 吉尔一个大脚找佩莱 今天的搭档中卫的 应该是李昂和张小斌 现在开始了 特谢拉一对一 漂亮 那些左脚握果了 比赛还在继续 这个球小事一跃位 但这个球实际上是鲁能队员自己 自己碰出去的 拉米雷斯在外围尝试了一脚射门 查尔德利现在的踢法就是 回到前腰位置 然后再往上插 对 由于山东鲁能队 45度 由于山东鲁能 这俩队现在就在较劲 曹海青分 这是小将陈吉 左脚传中 头球公文来自于 拉米雷斯 如果他的空间更干净一些的话 而且效果应该说是还比较不错 现在这吴兴涵和吴兴涵被防守了 这回味不对 都打着打反击 张鲁炮 张鲁炽 看能不能送出来 左脚打门 这左脚太差了 25分钟 谢鹏飞上场换下陈吉 这回双方场上都没用2-3 这裁判有点意思 找中锋做打 这球打得漂亮 这球打得漂亮 我这平静当中终于酝酿出来了 这叫天外飞仙 在中后卫的身前出现一个大空当 这是谁啊 完了我看中后卫 就在这个位置上 江苏苏宁一购 已经不知道丢了多少个球 就在这个禁局前沿这地带 没10个也有8个 链条 有机会 右边分呢 还杠也好 搏了一个任意球 来看2号李扬 他有一只左脚 左脚的功夫也是不错 对 他是带刀后卫 还是个人业弯倒 对 不错 高了 他曾经打过大游凳的比赛 河海大学 这个球呢 戴林的判断也很好 这正是个机会 这是个机会 这球没有 看刚才这球 这球是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设立这个月避线的时候 有难度 这球也没形成危险 脚球起来 漂亮 拉米蕾斯 第四次投球 是 你看 这没人盯 没人盯 这是精力集中 不集中 对 王瞳吉尔 王瞳漏 按说对位 应该是王瞳盯 拉米蕾斯 除非那太失常了 戴林 这是他的天地 这球啊 王瞳 这是马丁内斯的这种特点 直接红盘啊 王瞳啊 这球 特谢拉这个就没有必要 你这个手势 你这是挑衅了 这球啊 因为他有 一个是脚下下半 同时啊 双保险 手呢又low 赶紧上来 拉米蕾斯要主划这个 对他的脚法不是很自信 可能他要传 想玩保加利亚 大门 王大雷漂亮 是王大雷吗 还是 是王大雷 大概是王大雷打出去的 还是后卫啊 这种配合也好 个人技术也好 都是真是相当 又是拉米蕾斯 球进了吗 在门线上啊 哇 在门线上是谁啊 正争吗 我和天呐 哎呀 直接打了 我天呐 后点 头球 我天呐 这球打在好像防守队员身上 是 没吹 没吹 接着来 看有没有 秒杀 哇 玄学 玄学的胜利 秒杀 特谢拉 特谢拉 特谢拉呀 这个球呢 是内部出现了太大的空档了 这个 送球的队员 送得非常好 这球呢 在这种 那么多 这种防守队员的情况下 他准确地发现了这个空间 而且呢 特谢拉是左脚一停 紧跟着呀 一个半凌空 右脚 凌空脚打门 鲁能呢 已经是控制不住了 然后呢 是谢鹏飞 哎 哦 佩莱的头球 在92分08秒的时候 特谢拉 比赛结束了 比赛结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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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